新相机第一天来试一下啊 反正就是弄头饭嘛 我这个是两月份软的 已经长出来这样子了 今天准备搞一个棕色 挑染粉的大疆的相机 Pocket 3嘛 第一次试 颜色好像看着就还可以耶 我没有挂任何滤镜 就是大疆自己的镜头 我们只是转眼圈看看 我回家看看什么效果 我的Tony剪头真的一绝 永远可以把我的后脑勺剪得那么饱满 我转好了它很稳暖 挑染的好像不够粉 不过后续还能洗 今天来帕龙天地来领我的Chanel的包 呃对就这家就这家 它在那个平城屋的对面 左边这里是平城屋 哇塞我觉得大疆这个色彩很不错耶 右边右边是这里啦 这家店叫啥 叫这个 反正因为我之前来逛过的 Roxy在这买过 我就跟他订着火 看看他们今天有些什么 我还蛮似的摆在外面 是吗 是首饰啊 妈妈买不起来 诶 它有个气泡绿的mini boolee 什么绿 气泡绿 就是一个很浅的绿 开喽开喽开喽 来 别 别抖 不要抖 我等会有包包在你店里 好啊 下一个 我走的时候 在那边走 看一看 嗯 好看呀 好看对吧 你终于不要粉色了 呵呵 但是我会 只有那个颜色 什么叫只有那个颜色 只有那个颜色不好看 那个颜色 这不是同一个颜色 跟你没关系 是我的包包 我会是white blue 我喜欢这个颜色 哎呦 这个很新的 嗯 看不看的 好看的 眼光照吗 嗯 请把这个价格下来 中间刮牌的 对的 我买的这个价格比 公价要低 这个改天我也要买一个 什么这个 新出的 嗯嗯嗯嗯嗯 你这个不看 你这个不看 妈妈对对对 等一下等一下 等会我照下镜子 好 哎呦 你看他调软 这个啊 好大 哦 我觉得大小很好的 来 来 来 买了 哦 这个大小 哎 娘 娘 娘 这个大小就是 哦 完美 你别动啊 我把这个饼放上去 饼 我可以放上去吗 三晚八 我可以放上去吗 我可以放上去 我可以放上去 我看看饼饼挂哪里好了 挂这里吧 你挂你挂 我挂不上 我的饼挂上去 哦 我的饼挂上去 好配哦 金主妈妈 一米五十九 八十斤小个子位 真的也好看齐了 啊 真好 真好 Hello 但是你知道 第一次问他 这个包上身重啊 这个不重 哎 真的 哎 真的 正好 正好 对的 牛仔 没有 我的饼挂上了 可以的 可以的 线条图上去吗 嗯 好看啊 好看啊 我拍过了 好像 我拍过了 那你要看下什么路径 这边是Chanel的新款都有 炸药包好几个 买包流程就是他们先给你报价 接受旧富定金找包找到后 发细节图 拿下送检 然后来取货或者快递 我这个就是有点像骰子包的那个 大概也就是钱挣出来的 这边包都很新 他帮我找的那一支 雪尼尔也很新 就是全新没有用过的 新加坡的票 我看到当时原价是四万二左右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哎呦 它有罗尔皮安娜的双肩包 什么 滤镜骗马了吗 马了 怎么打 那要背背哭个怎么了 不要 不要爱马仕的吗 好的 有鼓气 来 再给三十五点了 你自己提起我呀 没有马来的 只要 哦 这得是配货嘛 哦 试炼一下 爱马仕这个配货戒指 还蛮好看的 我都打了没有好看 嗯 没事 要瞧毙啊 妈妈啦 你一定要可以拿 你看我跟对结婚戒什么都不带的人 说不定这个你就带了 我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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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 打住 看一下我们来就要借东西了 我的饼 日本的春日饼饼 还有一个饼饼的蛋 然后给你们看我订的盘子啊 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可以 家来拿的 放点什么的盘子 结果就小成这个样子 放点什么 来想想放点什么 我本来以为觉得刚 放盘炒菜可以的那个大小 你知道吧 结果呢 比他们饼还小 所以到时候 我帮你的时候 我就给你拿饼子 对的 真的是 他们没有以为 真的是小的嘞 就只能放把瓜子了 给师傅磕瓜子了 一个月饼 一个小点的粽子 就那种放日本小团子的大小 大福 大福 给师傅吃瓜子确实也不太可 来找了冰淇淋 我来捡 我的那天就发现 静安寺这边开了个90页 所以我现在到静安寺来 就能吃90页到时差了 哦就在这就在这 来了来了 我要吃的绿色冰淇淋 哦 它出新的味道了 新的什么味道 妹妹不太喜欢那个berry的 她只选了巧克力的 我还是四号 我最爱吃的就是四号 就这一次机会 我以后不会再吃饭前 给你吃冰淇淋的 因为你哭一点 哭一点 因为我想睡觉 我才给你吃 哦来了 不好吃啊 我喜欢吃 今天背着新包 在下面的我们要看 有多的抹茶还是多的巧克力 一半一半 最后应该分了 今天要来DM是衣服了 夏天的新款 我觉得这件还蛮特别的 它这个袋子其实是分开的 但是我肯定就是挂上去穿 哦这个好看 喜欢 这一件是黄的 嗯 我觉得它没有黑的特别 然后黄的这个太松了 这个有点大 因为黄的比黑的大一号 我应该会拿刚刚那个 黑的小一号的 这个还蛮喜欢的 很特别 哦 下一件是重袖 哦 现在穿越觉得有点热 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但是深蓝配的红色的字 因为我刚刚有拿一个 黄色的帆布包 等一下去外面给大家拍一下 应该会满配的 我这件还蛮紧的 想一想 这个看蛮纠结的 这个背带裤好看吗 蛤 这个背带裤好看吗 这比较舒服 好像没有太特别 我说一串白的好看 对我里面不太配 换了妹妹刚刚给她自己选的一件T恤 她选的是白的咖啡色的字 好像觉得也就那样 肯定比我刚刚的红的 也要配一件 纠结一下 我肯定会拿那个黑白的衬衫 我选的包包是这个 哇 黄色的帆布带 我还没有 超级好看 准备拿来配深蓝色的衣服 今天跟红的不算配 番茄炒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今天已经背上了 跟红衣服绝配 嗯 我的饼 这个牛仔包拎着超级好看 哈喽 大家终于有空坐下来给大家录我的 Chanel牛仔包包开箱了 其实整个开箱过程 我之前已经拍好也剪辑好了 但是还是想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会想起来 去买这只包的过程的 由于刚到上海呢 不是黄梅天 就是高温天 一直在家导时差 要不就是出去溜啊 反正整个过得是浑浑噩噩的 今天终于叔叔快要回来了 然后我抱怨了 我这么久都没有拍过视频了 我爸妈说 那赶紧把它带出去吧 现在终于我一个人在家 有空可以录一会儿东西了 其实我在去年去聚录录上的 一家中古店探店的时候 我就见过这只包包的黑色版本 以及蓝色版本的其他包型 当时呢 我是有试过黑色双肩包 那个包型 我是喜欢的 那叔叔说一看就是我的包 但好像颜色不太像 我会喜欢的 我当时其实跟他说了一句 这只包是有蓝色的 只是他们没有货 我记得当年这只包 可能要48,000 将近5万的样子了 开价很高 那这个包的工价呢 大概是在42,000人民币左右 那时候因为也没有蓝色嘛 所以没有的摸到食物呢 我也没有特别的行动 那所以见过食物呢 其实我是知道 它里面是有这种金丝亮线的 但是由于它整个组合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样子 所以我也不太介意这个亮线 其实很多人光看照片 看视频拍的角度 不是非常清晰的话 你都不一定知道 它里面是有金丝亮线的 我是觉得这个设计稍微有点多余 但是不妨碍 这只包还是很漂亮 那起因是这样的 今年有两家 美国很熟悉的朋友 会跟我们前后脚 差不多时间在上海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盘着 一起去逛之二 我想带他们开开眼界 那我其中一个朋友呢 就是想要不就在国内的二手店 搞定一个他想要的Burkin 因为他实在懒得去店里周旋 要花很多很多精力嘛 顺便可能还想看一看 Alazan25这种甜品包之类的 我说像甜品包 这种不需要溢价太多的包 你就直接二手店买吧 省得你在店里 消耗了大把的配货时间和金钱 于是我就在之二的APP上 帮他翻了一些他要的包 然后发给他看一下 然后无意之中 给我看到了这只包 那有一只在佛罗伦萨小镇的店 挂的是43,000 另外一只就是我经常去逛的 虹桥透明仓挂的是 46,000不到一点的价格 我其实挺心动的 当然为了这个差价 我一定会跑去佛罗伦萨小镇的店 看一下食物嘛 但是由于Roxy之前 想要我的那只Dior双肩包 他就试过跟二手店 下定金找货这一条路 于是我就去问了 他下定金找货的那一家二手店 我说这一只包 能不能找一只比较新的 因为我不是太介意 如果用过一两次的话 OK只要他整体看上去 还是很新就可以了 卖家给我报的价格呢 是38,000 可以找到一只比较新的 在那之前 其实我也去咸鱼上看过功课 差不多都在33,000到37,000的 价格区间之内 但是我肯定是不敢在咸鱼上买的嘛 因为Roxy跟那家找货的店家 买过是靠谱的 所以我才敢去问 咸鱼因为真假分母出来 所以我会把我心理预期的价格 定的比咸鱼的普遍价格高一点 当时的心理价位 就是37,000到38,000 他报了一个38,000 刚刚好就是我的心理价 那我就想 这笔芝儿要便宜将近5000块 为什么就不跟二手店直接订货了 于是我就付了 他8000人民币的定金 他大概花了一星期 就帮我找到了一只 全新带模带发票 大全套都在 等到我回来 自己去店里领回了这只包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容量 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 因为我没有带保温杯 那给大家演示一下 放一瓶矿泉水 其实是刚刚好的 但是你不能把整个上面 都放的很古 不然的话就会有扣不上的风险 就可以看到矿泉水 会把整个侧面都撑开 假如我再放一把伞进去 那这个空间呢 上面还可以叠一把伞 或者一个矿泉水瓶 扣上去就比较紧巴巴的 大家看到吗 上面就被撑的更古了一些 所以我一般不太会让 这两样这么古的东西 同时放在里面 当然除此之外 你放手机啊 放其他任何生活的日常 都没有问题 总体还是一只 非常实用的双年包 包的背后是有五格肩带 可以调节长短的 我觉得是适合大多数人的 那大家也在视频里看过了 我的上身图和金主妈妈上身图 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小骨架 但身高上差了将近10公分 体重上也有差到20斤 所以无论是我稍微大支一点 还是它小支一点 都可以背 这支包呢 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细节 就是它后面的肩带穿的是皮 但是是它手提的这一段肩带呢 穿的是牛仔 细节方面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那至于挂件方面呢 我觉得港迪的牛仔系列 真的跟它浑然天成的一种感觉 同样都是深蓝的牛仔 加黄色的线 那其实今年上迪也出了这个牛仔系列 我觉得整个系列都可以配这个包 我还买了一支鲁鲁鲁鲁呢 是比较浅色的牛仔 没有饼鲁这个深色牛仔来的更配 所以我觉得这支包真的是为我的饼鲁 而设计的超级喜欢 大家看这是大饼我也收了 其实感觉我好几季都没有收SS的饼鲁了 就包括这次的夏日 还有之前出的春日去年万圣节 我都没收SS 但这只牛仔真的好可爱 拎着个小包包 确实上迪这次牛仔系列 和基本上所有的牛仔包包都是能搭配的 那就顺便来分享一下 我买的另外一个牛仔小包包 就是这一次丙鲁出的牛仔小零钱包 那这个丙鲁的挂件呢 上面那个圆环 其实是我从这个圆的牛仔包上拆下来的 它原本是一个手帘 只能当一个小挂件 那现在自己稍微改造它一下呢 就成了一个鞋胯包 肩带我是定制的100厘米的长度 鞋胯上升的效果呢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在腰这边的效果 那一头因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扣 你把环塞进去就好了 另一头我就买了一个打孔器 它相当于两个螺丝对拧 从外面凿一个洞进去 里面和外面的护拧 就是一个固定的钩子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只小包包的容量 真的是出乎意料 绝对是一个平价的LVT代评 它容量真的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一个小粉饼 一个小耳机 一个充电宝 半包纸巾 一包也是塞的下的 放了一个湿纸巾 一只小的护手霜 还有一个牙线 它可以装那么多的东西 手机挂在手上就好了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旁边其实也可以挂上牛仔饼铭 超级可爱 那今天两只牛仔包包的介绍视频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一只 拖了有一阵子的开箱视频 这只包现在的市场行景价 是低于当初的发售价格的 喜欢的同学还是非常推荐 大家入手的 下一期呢我就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上海这半个多月来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最近新入的电子产品呢 就是这个Pocket 3 还有一个华为的手环 现在可以拆卸换表带 我真的超级爱 虽然这个换表带的功能 苹果很早就有了 但是我不用苹果的手表 之前只是用的小米手环 现在更新换代换了一个华为的手环 大家看我配了一个牛仔的表带 就和我一身的牛仔装备非常配 总之这些小东西在国内买真的是超级快乐 那么我们就下一期歌舞视频见吧 拜拜 不要太期待了 因为跟着叔叔吃了十几天累死了 然后我又出去旅游了 还第一次体会了旅拍 并且马上又要飞长白山了 真的不要期待了 只有小红书和你们还能看见我了 都把摩尿得 机会 我就会去 对 什么 我 咱